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花生米又脆又甜,原来做法这么简单 花生米里加一颗笨蛋搅匀加适量淀粉拌成这样一粒一粒的 油温五成热下锅,中小火慢炸四五分钟左右,表皮微微发黄凹出 锅里加一勺水一勺白糖,中小火熬至大泡便秘极的小泡 倒入花生白芝麻关火快速翻拌至花生米变成白色即可,特别好吃